柯市長 你一向是 旅不驚人 死不休啦 這一次你又危言聳聽啦 昨天又說 我們臺北要軟封城 欸 柯市長 你非搞得人心惶惶不可啦 前一天才PO出 軟封城震撼彈 柯文哲到議會備詢 先跟柯黑議員王世傑 上演唇槍舌戰 你成天 就是扛嘴薄機啦 因為柯文哲先示喻言 五月中旬 北市將累計五十萬確診 再說不排除軟性封城 嚇壞臺北市民 但軟封城從標準 到配套通通都沒有 議員不分藍綠 輪番開跑 所謂的軟性封城到底是什麼 封到什麼程度 跟去年六月一樣 就是三級警戒 差不多意思 受不了就是 餐廳停止內要停課 那個遠距上班 遠距開會 反正去年六月那一套 再遠一遍就對了 答案揭曉軟封城 等同三級警戒 柯文哲自創名詞 讓全台北市民一陣虛驚 更傳出雙北漿蓋 方艙醫院 我不知道新北市 台北市從來沒有規劃 方艙醫院 這是假新聞 疫情越來越嚴峻 一句軟封城 柯文哲說的 雲淡風輕 台北市民卻聽得心驚膽跳 環宇全員蔡宇街道品 居英特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